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正式啊 是我们的第七讲 正式进入这个写程序的阶段了 对 那么这一讲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带领大家来编写一个 这个入门的hello world的程序 今天就能写程序什么围告 对对对对 不要入门 快点 我有点迫不及待了 不要着急 这个莫着急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课程大纲 好 那么我们在编写这个hello world里面呢 我们这里啊 可能大概里面分三个小小点啊 第一小点呢 我们是啊 来编写这个hello world的程序啊 如何去编写 第二个呢 我们看啊 前面讲的第二个步骤 如何去编译我们写的这个程序 对吧 我们利用这个java c啊 这个命令 然后去编译 第三步呢 是我们要利用这个jtk的java命令 然后去来运行我们的程序 OK 好 那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个hello world这个程序 让大家能够了解啊 我们三个节课的这个整个程序 开发的一个三个步骤 是如何去实现的 OK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一点啊 编写一个这个hello world的程序啊 好 那么这儿呢 我把这个hello world的一个小程序啊 然后这个代码大概是列在这里啊 这是我们一个hello world的这样一个一个程序 那么具体我们如何去编写它呢 哎呦 别看了 快点 我都已经进入难 不是 不是 迫不及待了 迫不及待了 快写吧 别看了 迫不及待 是吧 OK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编写啊 好 我们切换到我们这个啊 这个code啊 我们新建一个目录啊 那这个目录呢 我叫SE007啊 因为我们是第七奖啊 然后在这儿呢 进到这个目录里面 好 那我们在这儿呢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 这个文本文件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说我们写程序就是一个文本文件 对吧 一个文本文件啊 那最好这个时候呢 文本文件的时候呢 大家应该把这个后缀名啊 最好是把它怎么样 这个能够显示出来 是吧 很多人的电脑这个后缀名这里是隐藏掉的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这里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可以通过哪里啊 工具 对吧 然后文件加选项子的地方 然后在这个 这个查看 对吧 查看这里面有一个选项是 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 这个把这个沟呢 去掉就行了 对吧 去掉的话呢 那这样的确定 那么它就能显示这个扩展名 对不对 OK 好 那现在建建完这个名字以后呢 我们为这个文件啊 为这个Hello World程序取一个名字啊 取一个名字 那我们叫 比如说我们叫这个就叫 Hello World 点最后最名字 点加网文件 对吧 点加网这边 OK 好 我们保存一下 因为我们改了这个后 扩展名了 是吧 所以它这个有一个提示啊 我们就是试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是Hello World 这个加入文件 我们就创建好了 下面呢 我们应该打开 在里面写我们的程序 对不对 好 好 我们呢 右击 然后呢 用这个打开方式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式本 是吧 用机式本呢 给大家打开 因为它是文本 文本类型的这个程序啊 程序是文本 文本这个内容 所以呢 就用机式本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这里 Hello World怎么编写呢 好 我们来看啊 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整个程序先走通啊 后面呢 我们会在下一节里面呢 再给大家去分析这个Hello World的程序 究竟每一步是具体的含义是什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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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过程先走一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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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一步呢 我们先用一个这个public啊 这个public 然后一个class 我们这个叫Hello World 一个对大括号 这样的方式 编写 然后这个是表示定义一个类啊 这是一个结构啊 一个一个书写的一个结构啊 后面我们再具体分析了 好吧 好 好 那这呢 我们有一个缩进啊 按这个table键就可以了 一个缩进 然后我们在这呢 编写一个 public standic standic voidman 对吧 这是一个主函数啊 然后里面是有一个参数叫 street 是个猪串啊 args 一个参数名称 OK 好 好 再一对花锅号 注意这是花锅号啊 所以程序呢都是用花锅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组织的 啊 组这个结构的 好 那么在这个Hello 这个这个这个main方法里面呢 哎 我们在这呢 我们可以有一句这个输出啊 就用这个大写的啊 最最大条写啊 注意大条写 大条写 对这个大条写是要注意的啊 你看我这个HR 这W都是大写对不对 啊 这个这个名称呢这个就无所谓了啊 啊 那么这个呢是需要大写的 这样一个程序 OK 那我们这样的话呢 我这个Hello的程序就算是可以编写完成了 哦 啊 很简单吧 很简单 很简单是吧 哎 但是可能有些里面有些内容可能还不太理解是吧 是没关系啊 下一节我们就去分析它 挨个分析每个给你讲明白什么意思 好 是吧 现在呢我们先把程序这样啊 先过一遍 先写完 写完以后呢 我们是要保存啊 是 对吧 哎 保存啊 或者Consult S 对不对 就可以啊 保存 好 保存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关掉了 哦 好 那么这也是我们这个呃 程序编写的这个第一步是吧 第一步就把Hello World的程序编写完成了 哦 是不是 那编写完成了以后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进入这个第二步啊 哎 第二步呢 当然我们需要用到这个Java C这个命令 来去编译我们的这个程序 对不对 编译程序啊 来 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解释啊 这是编译程序啊 由我们前面已经配置好一个 因为我们配置好环境变量了是吧 怕环境变量了 所以我们直接打开CMD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去编译这个命令了是吧 当然我们需要切换到Hello World的这个 Java文件这个目录下是不是 哎 去编译这个文件 OK 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切换到桌面啊 切换到桌面 好 我们打开 开始运行是吧 然后打开CMD 打开CMD啊 然后在CMD里面呢 我们是不是要需要缺换到我们刚才编写 加入文件那个目录下去啊 因为我们要编译那个文件是吧 好 那么文件在哪里呢 在这个刚才打开是不是在这个目录下啊 对吧 我把这个地址呢怎么样 复制下来对吧 然后切换到这儿 我们呢用CD这个命令 是不是右击一下啊 嗯 粘贴啊 然后切换到这个目录下 对吧 然后D盘 哎 这样就可以切过来了 对吧 DIR 我们是可以看见这个Hello World的点加文件啊 嗯 对不对 好 那么看到这个文件以后呢 现在我就可以用 Java C这个命令 因为现在我们说Java C这个命令 可以在任意目录下都可以执行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环境面我们配好了 对吧 对 OK 好 然后呢 注意大摇写啊 注意大摇写 Hello World的点加网 这个命令 OK 回车 好 再重新弹出一行 一行这个这个这个提示符是吧 对 没有报任何信息是吧 是 没有错误就是 啊 没有错误就是正常 对对吧 没有问题就是正常的 正常的 OK 好 这一句话执行完成以后会发生什么结果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切换回这个 啊 我们这个目录 你看 哎 在这个Java点文件后面是不是生成了一个叫 Hello World同名的一个点 Class文件 对吧 OK 哎 这Class文件呢就是我们这个 自解码 什么 自解码文件 对吧 哎 还记得很清楚啊 就是我们的自解码文件了 OK 好 这就是自解码 就叫编译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就叫编译 两个文件里面 哎 OK 我们用Java命令 然后呢 注意现在是Hello World 啊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输Hello World的时候不需要输 后缀名了 不需要打后缀名的 直接Hello World就可以了 哦 哎 刚才我们编译的时候是用了什么 Java C带后缀是吧 对对对对 带这个文件名字吧 哎 下面我们这个用的Class文件呢就不需要了 啊 直接用Hello World就可以了 哦 好吧 这是区别啊 这个要记住 OK 回车 哦 Hello World是吧 这就Hello World出来了 哎 这就Hello World就出来了 是吧 就是我们在代码里面输出的那句话是吧 哦 哎 那句话就把它打印出来了 好 哎 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 哎 从编写代码到编译到执行的三个步骤 哦 嗯 哎 魏哥快快点讲我要去写一个Hello小白去 哈哈 这么着急是吧 是啊 啊 老着急了 OK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三个步骤的一个过程 哦 我们再大概再给大家再回忆一下吧 好 哎 简单的再再啊 再过一下 好 首先我们从这个编写一个 Hello World这个文件对吧 对 然后呢 我们里面内容呢 大家先按照我这个方式去写是吧 好 哎 里面呢 不需要去理解 我们后面再去讲解 好吧 好 编写完保存完毕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命令行 是吧 对 白命行在这呢 切换到地盘目录是吧 对 然后我们用加网C命令 好 就可以去编译了 编译成功以后就生成class文件 对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加网去输出 响应这个结果了 好 OK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 Hello World 啊 这个简单的一个 这个三个步骤 运行的这样一个程序 好 OK 好 这就是三个步骤 然后后面呢 下一讲 我们将这个为大家去解释 这个Hello World程序里面 内部程序的结构 是什么 好 OK 好吧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网友 我去写程序了 拜拜 拜拜